遇到生活中的煩惱 你怎麼辦 我比方說把家裡的東西都砸爛了 把窗戶窗簾那些全部都撕爛了 甚至拿那個口紅拿 然後在那個牆壁上面 窗簾上面寫上死媽寶啦 去死啦 這種很強烈的這種字眼 所以他其實那時候才意識到說 原來我被家暴了 鎖定每週六日晚上的八點 淨天電視台播出的綠油巾 看電視學知識律師的鐘顏 讓你瘦又一聲